我如何减轻病人的痛 感受 Fill在医院里发现很多病人需要的是除了药的治疗之外 更需要心灵上的安慰与帮忙 我的经验 自己上次住院一周 发现病床上有一张儿童的画作 疏解了我紧张的心情 为什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有些病人年纪比我大 或许有同样的感觉 但他们不好意思说出来 希望可以将得到的帮助回馈给需要帮助的人 想象Evangel 哪些解决办法 一 办音乐会 二 讲笑话 三 做小书圈小卡片 四 演戏 办音乐会 我有演出的经验 乐山聊养院和姚明教养院 讲笑话 做小书圈小卡片 这是今年圣诞节写给阳光基金会上汤商患者的卡片 演戏 中文小小说书人和英文格力特语三只小熊 进行评估和优劣分析 想象办法 一 音乐会 执行优势本身音乐专长 执行人处要有场地 克服自己面对大众的表演能力 想象办法 二 讲笑话 执行优势有趣 执行人处当年龄层不同 调点不一样 想象办法 三 做小书签小卡片 执行优势 喜欢画画 执行人处 字不是很漂亮考虑用打字的 想象办法 四 演戏 执行优势有经验 执行难处 需要较多伙伴与排练时间 经过讨论后 决定的解决办法是 若借到场地可以并用 第一 音乐会 第二 讲笑话 第四 演戏 讲笑话不容易单独呈现 适合穿插于演戏节目中 演戏需要很多人 若场地与时间受限 考虑用第三 做小书签小卡片 实践Due 最后用方法三 做小书签小卡片呈现 并用医院转到社区公园的老人 或学校健康中心 制作卡片 我和妹妹制作卡片 卡片成品 遇到了什么难题 大医院叫男生 请说一改到社区的诊所施行 但没想到今年碰上A型与B型 流感大流行 诊所大排长龙 但又怕自己被染染 怎么克服这个困难 所以我们放一些卡片在诊所柜台提供大家索取 但我们就不容易面对面的碰触病人 怎么克服这个困难 后来我们发现冬天老人会出来公园在太阳聊天 我们尝试去公园发卡片 分享给家人和同学是很好的方式 用行动代替说明 也可以用影片和照片说明 这是妹妹的幼儿人老人社区音乐表演 本次改变行动影响的人们有什么回馈与心得 他们觉得公园很多老人与应用是两大很孤独的人群 我们的卡片与他们交谈故事或分享下话 比起音乐中生病的人他们是更孤独的一群人 请思 我们尝试下次要将卡片翻译成印尼文 绕园在家乡的他们也有快乐的回忆 张哲建议字体可以再放大 谢谢大家